是誰決定要在我們台北市議會決議雙層論壇相關預算不得核銷之後 他還要去核銷拍板決策的人是誰 這個是很嚴重耶現在已經變呆帳了耶 是大陸叫你核銷的是不是 請你去調查議會決議之後 決議不得核銷之後要執意的滿恨的 繼續核銷的決策的人是誰調查出來 然後送監察院議除 錢追不回來了責任要追究 來我們先請市長看一下我現在這張照片 這個北義中心你認得出來吧 我知道 你有看過這廣告嗎 有沒有看過 沒有 他放在北義中心這麼大戶外的地方市民都看到了 市長你沒注意到 很久沒有去士林了是不是 沒有特別看到這個廣告 沒看過不知道好 這個是一個什麼廣告呢 就是國際知名的烈酒廠商軒尼斯 他為了搶攻台灣年輕人的飲酒市場 在午夜的時候買下了我們北義中心外面的這個戶外的版位 來舉辦呢他的活動 他的活動呢 叫做The Spirit of the NBA 那市長你覺得這個活動是在廣告什麼 這個廣告是在廣告什麼 看起來有結合運動 又有 軒尼斯可能酒類 對 你是矽骨回來的你知道Spirit 是雙關嘛對不對 對 是精神也是烈酒對不對 他在廣告這個酒類嘛 好 那麼你長期在國會 衛簧委員會 酒類廣告有什麼樣規定 你知道嗎 要加警語 那請市長你看一下這個圖喔 你告訴我警語在哪裡 你告訴我警語在哪裡 有沒有 沒有 這樣看是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沒有警語耶 沒有警語耶 那市長這怎麼辦啊 我們自己台北市政府是不是主管機關啊 是不是要罰啊 北義我們是主管機關 要不要罰啊 一座 容許我帶市長來回答 這個事情我們承認是犯的錯了 因為廠商走了一個模糊的地帶 我們有一點 你什麼時候知道犯的錯啊 我們在事後 事後 事後 事情發生之後 他勘載了這麼多天 在你們那邊活動都辦完了 你事後知道犯的錯有沒有處理啊 怎麼處理罰了沒有 第一個問題罰了沒有 我們請北義的執行長來回答 不是 北義的執行長 你是北義是犯錯的人 我要問的是主管機關 煙酒管理法 這個違法廣告罰了沒有 是 抱歉說如果是明顯的這個煙酒販賣 依照煙酒管理法37條 他有百分之十的版面去提醒 對啊 百分之十 我問你 現在這個百分之十的警語家租在哪裡 這廣告這麼大 百分之十應該肉眼看得到 有嗎 各位現在眼睛有看到嗎 我們台北市政府是執法機關耶 公然自己違法耶 這樣這個法還要不要走下去啊 我跟議員講 如果是有現在發現是違法 我們絕對是依法開罰 那你什麼時候要開罰啊 主管機關 我們會請他要說明 還要說明啊 對因為根據煙酒管理法 我們要採除要有一個說明的一個 給對方的一個陳述的機會 對方你指的對方是哪一方 北翼還是指這個酒商 酒商 酒商 給他說明的機會 這個煙酒管理法裡面啊 他規定的非常的清楚 違反了這個煙酒管理法第三十七條 最重是要罰五十萬的 最重是要罰五十萬的 來我請教一下 這個廣告我們賣人家多少錢 我們北翼透過這廣告賺多少錢 這我要實際查一下 因為我們是以活動的一個方式 跟他承租的一個空間 有沒有收錢啊 有 收多少錢 這我要查一下 大概 大概 大概在百萬左右 為了賺這一百萬 然後違反這個最重罰五十萬 你們北翼中心我一再強調 我不認同這種所謂的北翼中心跟北流 都要變金基母這個想法 我不認同 因為這是公益 這是扶持一文產業啊 怎麼會變成市府要透過那個來倒賺錢 這是公益事業不是市府的金基母 所以我本來就不認為北翼跟北流 要以賺錢為目標 那 前朝的市府給你一個很大的責任 叫你趕快要損一兩瓶 所以你現在已經不擇手段了 你已經不擇手段了 去做這種違法的廣告你也做 在這個之前 事前 到底有沒有任何的審核機制啊 市長 我們一定會來檢討 我想 絕對避免未來再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我想事前的審核機制 我們一定嚴格把關 事後現在發現有違法的情勢 一定依法開法 如果認定是違法的話 我們絕不手軟 這個違法已經到明目張膽的地步了 已經到明目張膽的地步了 非常的離譜 所以我要求 請你在 請你在一個月之內提出你一個調查報告 而且你要懲處有疏失的人 一個月之內 把這個該罰的給罰了 這個決策的過程是什麼 如果相關的人員有疏失要懲處 這件事情非常嚴重 因為北疫中心 本來是我們台北市的驕傲啊 亞洲的藝文中心啊 結果現在不但變商業化之後 連打廣告都違法 這個非常嚴重 我要提醒市長千萬要注意 財政局這邊會依法先調查清楚以後 不要雷聲大於點小 這件事情我會持續關注 我想除了財政局之外 市長指示 我們文化局也會做事後做一次檢討 以後對商業活動到底在那個界線之間廣告 文化局的活動不要商業位那麼重 過去前朝把文化當成生財事業 我不認同 生財事業叫商業處去辦 叫產發局去辦 文化歸文化 好不好 這個校園霸凌 市長我想先請調你的大原則 校園霸凌零容忍 是不是你的原則 校園霸凌零容忍 這是我們的態度 沒錯 那校園裡面 按照我們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裡面 如果說有霸凌學生 造成學生身心嚴重侵害的這樣的教育人員 其實應該是解聘或免職對不對 我們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 市長我想你也了解 對 如果情節符合這樣的條件 當然是以免職或相關規定來處理 來我給你看一個 我給你看一個 監察院 做成了一個彈劾 彈劾了民權國中的校長 朱吳我 因為他在擔任民權國中校長期間 處理學生的這個性貧事件 有諸多為師 違反性別平衡教育法 跟性騷擾性侵害或性別霸凌事件 處理流程的規定 最近我們經常在討論啊 性騷擾零容忍 校園霸凌零容忍 市長這樣子的校長被彈劾 因為他有重大為師 處理性騷擾性貧事件 處理霸凌事件重大為師 這樣的人還適合當校長嗎 市長你的看法 你是一個三寶爸 你的小孩 可以讀這樣子的人 當校長的學校嗎 如果是 嚴重的這種霸凌事件 而且市政很明顯 被彈劾了還嚴不嚴重 的確如果是被彈劾的話 我想當然這個情節是屬嚴重的 那你知道這個校長 現在他還要來應徵一個新的工作嗎 這個校長他任期屆滿了 他竟然不知所進退 還要繼續去應徵新民國中 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件事嗎市長 意思我可以回答嗎 我問市長 我問市長知不知道 他去應徵新民國中啊 這個被彈劾的校長 教育局說 對他們現在有掌握 是又再去應聘 教育局當然有掌握啊 你有沒有掌握 你現在掌握了 好你現在掌握了 我就問 那你要錄取他嗎 你要已經被彈劾喔 因為校園霸凌被彈劾的校長 你要錄取他嗎 他現在是有資格可以傳染的 還是你還要再想一想 我想的確如果說 當然 照目前的程序 他要把相關的資料送到林選委員會 包括他現在的資格 還有相關的資訊 譬如說他現在受到懲戒 彈劾等等 市長 市長我跟你講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我們開職缺 誰都可以來投履歷 對不對 但是他投履歷來 我不一定要錄取他嘛 如果投履歷來了有錢科 我會因為只有他來投 我就一定錄取他嗎 不會吧 你聘用助理也不是這樣子的吧 對不對 他應聘 他的權利尊重 可是我要錄取什麼樣的人來當校長 是市府的權利啊 我們台北市的學校 怎麼可以讓這樣子 因為處理校園 霸凌跟姓平事件 甚至都被彈劾的人 還可以繼續當官啊 這要怎麼服眾 這要怎麼服眾 我當議員這麼久到現在 我從來沒有私底下 找任何一個官員講過人事的事情 未來我也不會私底下 找任何一個官員講人事的事情 我只有在這裡公開的議事殿堂 跟市長你提醒 這樣的人如果你錄取了 那不好意思 所有外界的市民都會看穿 蔣萬安 校園反霸凌 是打假球 我只講這個對你來講的效應啦 你要思考清楚 不會的 我們對於校園霸凌 絕對零容忍 也絕對不允許這樣的情勢發生 好 所以就像議員講的 他來應聘 但是是不是會錄取 這個當然是林權委員會 他們要做的決定 那至少我們的態度是很清楚 包括他現在的資格 他的受到的懲戒 彈劾資訊 要讓所有林權委員知道 沒關係 我們就拭目以待 我們就拭目以待 看你會不會做出正確的決定 好 今天最後一個題目 這個財政紀律的問題 雙城論壇 我看到前面有很多的議員 要求你要去跟科前市長追討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講這個 我不是要跟你講這個 因為反正他們也不會付這個錢 要付的話早就付了 早就在議會通過決議 說不准核銷的時候 他們就會付了 但最後議會決議 不准核銷他們還是核銷嘛對不對 市長現在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 你調查清楚了沒有 是誰決定要在我們台北市議會決議 雙城論壇相關預算不得核銷之後 他還要去核銷拍板決策的人是誰 市長你弄清楚了嗎 我想主計處這邊有說明 那你能不能說明呢 你能不能說明呢 主計處長你上來你要給我一個名字喔 是誰拍板的喔 你要講喔如果你不能告訴我是誰拍板的 那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喔 是誰拍板來我給你看嘛 去年111年我們議會有個彈書嘛 這講到爛掉了 我們再來看一個比較新的決議 在這個去年雙城論壇辦完之後 我投影片下一頁 這個決議嘛 我們議會說不得核銷嘛 市長你知道有這個決議吧 那是誰在這個決議之後還執意要核銷的 市長你弄清楚了沒有 當初是誰決定的 這個是很嚴重耶 現在已經變呆帳了耶 誰決定的 我跟你的報告一下 在這個議會的決議之前 那個都已經辦理的 都已經支付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們議會決議的太慢 然後就不關你的事了 那目前 目前審計處已經把這筆錢轉成義務款 那現在我們市府 正在跟審計處在溝通協調 也真的也在跟議會 沒有這些都講過啦 這些歷史我們都知道 我們要知道的是 誰做出這麼蠻憨這麼昏庸的決策啊 誰做出這麼蠻憨這麼昏庸的決策啊 因為當時是確實有這個 已經跟那個大陸方面都已經決定好要開了 是大陸叫你核銷了是不是 不是 都已經召開了 召開之後 那議會才有做這個決議 主席處長 你是事務官啊 我現在在追究的是政治責任 你要扛政治責任嗎 你是事務官我也不為難你 誰做出這麼蠻憨的決議 今天所有中央的文都告訴我們說 這件事情要由議會來決定 能不能夠核銷 議會告訴你不行 三分兩次告訴你們不行 現在監察院說不准核銷果不其然啊 就是果不其然這四個字啊 早就告訴你們啊 誰拍板做這個決定的 市長我今天的訴求非常的具體 請你去調查議會決議之後 決議不得核銷之後 要執意的滿恨的 繼續核銷的決策人員是誰 你調查出來 然後送監察院議除 送監察院 錢追不回來了 責任要追究 市長你同意吧 責任要追究你同意吧 責任要追究 政策人員 產黨